今年适逢适逢iPhone卫士10周年 市场期待的iPhone 8传出 可能将无法在今年9月顺利供货 如果真的是延后供货 不止影响自家的财报表现 也攸关台湾苹果供应链厂商的营运 iPhone 8最新叠照 23号在推特上曝光 实体后件被移除 侧边采不锈钢边框设计 荧幕占比提高 尤其可能采客制化 OLED面板10nm A11处理器 新版Touch ID 都让外界对iPhone 8寄予高期待 不过知名分析师 凯基投顾郭明奇最新报告指出 新版iPhone 8因为硬体大幅升级 尖端零件生产难度提高 量产时间恐怕延后至10到11月 才会亮相 他警告在最悲观的情况下 iPhone出货量恐怕下修15%至25% 也就是约8000万只至9000万只的水准 部分的良率 有比较不如预期的一个情况 所以这个部分可能会使得 iPhone 8在今年的一个出货 那么甚至在推出的时间 会造成遞延的情况 这恐怕会使 苹果相关的一个供应链的出货 相对的会受到一个影响 此外今年包括三星 华为 OPPO 小米等Android对手 陆续在下半年推出 全荧幕高阶智慧型手机 也对TFT LCD面板的iPhone 有销售影响 专家认为 如果苹果新品销售动能不足 将对台湾相关供应链厂商 造成巨大冲击 其实这也凸显了 就是说一个苹果卖的好不好 它就足一左右 台湾其实包括了台积电 日月光 鸿海 核硕 可乘 大力光等等 它的一个业绩表现 那么这也反映 其实整个在电子产业的 一个系统性风险 苹果iPhone 8能否按照网利 在9月份出货 可说千亿法动全身 不止影响自家财报表现 也攸关苹果供应链 厂商应链 新大新市高建议的沈为彤 台湾台北报道 在10月份出货 巨大新市到 journalist kiem Favorite 签讯 的 这 相应 一个 儿一 在10月中 大好 下 恩 可以 回去 在你是